嗨 大家好 这里是世界之最 今天给大家介绍五种攻击速度最快的动物 第五名 变色龙 说到变色龙大家可能都认为 它们行动缓慢 攻击速度怎么可能快呢 可实际上变色龙主要通过舌头进行捕食 它们的舌头可以在短短的125分之1秒内 伸长至身体长度的两倍 快速而精准地将猎物拿下 而以往在一些体长超过220毫米的 大型变色龙身上获取的统计结果表明 变色龙在捕食时舌头的加速度最高 可达486米每秒 相当于重力加速度的50倍 而且体型越小的变色龙 其攻击速度越快 第四名 水菜 水菜是蜻蜓的幼虫 也叫做蜻蜓弱虫 也是攻击速度非常快的动物之一 它们捕捉食物时 一般只需要三百分之一秒的时间 就可以抓住猎物 不过水菜相当慵懒 也可能是移动速度缓慢的原因 所以常常潜伏在泥底或枯烂的树叶下 以守株待兔的方式将进行捕猎 主要以比自己小的所有昆虫的幼虫为食 不过蚊子的幼虫才是它的主要食物来源 第三名 蝉形持指虾咕 不仅攻击速度快 而且可以轻松地击碎玻璃 甚至夹断人的手指 所以人们称其为海洋拳击杀手 科学家研究发现它在攻击猎物时 出拳最大速度可超过80公里每小时 产生约60千克的冲击力 瞬间加速度足以匹敌 甚至超过点22小口径手枪的子弹 如此强患的拳头 也许你会认为它很容易受伤 可实际上大约在敲击5万次后才可能损坏 所以只要不被大型动物猎杀 它足以过完一生 寿命仅4到6年 第二名 大翅蒙蚁 在2014年时科学家研究发现 大翅蒙蚁是地球上攻击速度最快的动物 不过这记录只保持了4年 其速度在126到233公里每小时 比人类眨眼速度快2300倍左右 能在0.13毫秒内合嘴咬中猎物 不仅攻击速度快 而且合嘴时还十分有力 虽然它的体重只有12.1到14.9毫克 但是它们每合一次嘴 其上下合的咬合力能达到体重的300倍 第一名 卡米拉迷蒙蚁 它是在2018年才被人类发现 是攻击速度最快的动物 而且在国家地理专门报道过 当时科学家与其团队利用快速射录机 拍摄了它开合复制的动作 结果发现它们的热补由静指导张开 只需要0.000015秒 比人类眨眼速度快5000倍 相当于时速320公里 与此同时其强大的冲击力 还能够近距离震倒并震晕白蚁 所以大伙千万别小瞧那些不起眼的小动物 说不定它们剧毒无比又或者杀伤力巨大 在野外千万别招惹不知名的动物哦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